近期密兔事件延烧不少大卡艺人都爆出性骚扰 引人注意的是 近日大牙在社群控诉黑人陈建州性骚扰 消息曝光不少网友的纷纷翻出多年前的节目片段 都能看出一些端倪 而前几年也爆出丑闻的罗志香 当天突然晒出自己回到娱乐百分百摄影棚的照片 并在文中写下娱乐百分百我来上通告咯 看到好久不见的工作人员真的很开心 也很怀念 贴文一出就有网友将该贴文转发至PTT 不少粉丝看到后都纷纷留言直呼 罗志香变相认证 没有性骚嫌疑的清流 性骚扰比时间管理大事还不如 跟有人表示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还好了 意外掀起一阵热议呢 贴文一出售 助好 落入 马洛 闧 座 ling ただ